拜登入主白宮約莫兩個月 那目前為止先推出來 1.9兆美元紓困方案 昨天傳出來 3兆美元甚或4兆美元的 大撒幣基礎建設的方案 很有可能後續推出 不過各界也開始追蹤 拜登真的有可能落實加稅政策 我們可以看到前陣子 其實拜登政府才推出 1.9兆的新冠疫情的紓困案 那現在又在沿泥一個 3兆金額的經濟發展計畫 那我認為這個經濟發展計畫 大家一定會想說 一般人用信用卡借錢 最後如果還不了錢 還是要破產 但是在政府的角色卻不會 其實政府是一個發行自主 貨幣一個機構 所以他並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個政策是不是 後面會有赤字的影響 其實我們看起來是 常富於民 就是把這個赤字留給政府 把這個錢財留給人民 那另外在這個政策 其實被視為是牛肉政策前面的加稅 因為後面那個拜登政府 也準備去刻一個富人加稅政策 就對企業的所得稅率去提高 來去彌補這個經濟建設進化的資金 但我跟大家說 這個計畫其實不太可能 那最大原因就是 我們都知道紓困案是一個 無痛撒錢的政策 可是你在富人刻稅 是要影響一些特定人士的既得利益的那個利益 所以這個方案我認為不太可能會去過 那我反過來看一下現在的美國股市 那美國股市目前我認為還在一個復甦期 第一個現在的美國還在持續的去做一個舊事的動作 還在持續的撒幣 所以未來不管是人民的消費動能 或是經濟動能都會呈現一個快速復甦的狀態 那我認為第二個就是公債值率提高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經濟是一個轉好的動作 那加上這個通膨率緩緩的上升 我都認為現在美國股市 還是一個相當安全的階段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美國道瓊工業指數 現在其實還在做一個高檔整理的動作 從去年的最低點漲到現在 其實已經來到了 全年已經漲幅來到79%了 那反過來看美國的納斯達克指數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兩週 是不是有點科技股開始做一個回跌的動作 可是你把它拉到整年去看 從去年最低點漲到現在 其實它還比道瓊的工業指數 多漲了大概20%的幅度 所以並沒有這樣弱 那反過來看中國就真的比較不理想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國 其實一整年才年漲幅才將近29%而已 單月就跌掉8%幅度 那我認為這都是中國經濟的影響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在2021年的零售銷售數據的成長 大家可以看到全球各國 其實都呈現一個比較大幅的成長 但是這個年增率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2020年年初本來就是疫情影響 封國政策 所以整個零售銷售數據 本來就呈現一個比較低年的動作 所以我認為應該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2021年拿去跟2019年去相比 這樣一比就可以發現 為什麼美國股市比較強勁 因為美國的零售銷售數據成長是16% 但是中國只有成長將近8% 差了其實蠻多倍的 而且美國發比較多錢 很多人拿到紓困金就上網消費 又一個重點是中國我們都知道 它是疫情其實算是控制的比較好的國家 所以還發生這種情形 我認為是中國是比較不樂觀 所以第一季的這個數據 會影響到第二季 那接下來第三季也是一個蠻關鍵的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那個美國科技龍頭 像是蘋果最近的跌幅也蠻深的 單月就跌掉了18% 那我認為蘋果接下來 要做一個春季發表會 會去發表一個miniLED的新產品 就是在Apple Pro這個方面 所以我認為它的股價 確實有去做 應該會有一個指紋的動作 那再來看到是亞馬遜 還有這個亞馬遜 還有臉書這個部分 其實這兩家公司算是跌的比較少 那為什麼 因為前面他們真的沒有漲太多 然後現在跟著科技估計回跌 其實漲幅都還在頻頻中間 那我們來看到像是中國的龍頭 阿里巴巴 拜登入主白宮 約莫兩個月 那目前為止先推出來 1.9兆美元紓混方案 昨天傳出來 3兆美元甚或4兆美元的 大撒幣基礎建設的方案 很有可能後續推出 不過各界也開始追蹤 拜登真的有可能落實加稅政策 我們可以看到前陣子 其實拜登政府才推出 1.9兆的新冠疫情的紓困案 那現在又在沿你一個 三兆金額的經濟發展計畫 那我認為這個經濟發展計畫 大家一定會想說 一般人用信用卡借錢 最後如果還不了錢 還是要破產 但是在政府的角色卻不會 其實政府是一個發行自主 貨幣一個機構 所以他並不會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政策 是不是後面會有赤字的影響 其實我們看起來是藏富於民 就是把這個赤字留給政府 把這個錢財留給人民 那另外在這個政策其實被視為是牛肉政策前面的加稅 因為後面那個拜登政府也準備去課一個富人加稅政策 就對企業的所得稅率去提高 來去彌補這個經濟建設進化的資金 但我跟大家說 這個計畫其實不太可能 那最大原因就是 我們都知道蘇昆蘭是一個無痛撒錢的政策 可是你在富人課稅 是要影響一些特定人士的既得利益的那個利益 所以這個方案我是認為不太可能會去過 那我們反過來看一下現在的美國股市 那美國股市目前我認為還在一個復甦期 第一個現在的美國還在持續的去做一個就事的動作 還在持續的撒幣 所以未來不管是人民的消費動能或是經濟動能 都會呈現一個快速復甦的狀態 那我認為第二個是公債子利率提高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經濟是一個轉好的動作 那加上這個通膨率緩緩的上升 我都認為現在美國股市還是一個相當安全的階段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那個美國道琼工業指數 現在其實還在做一個高檔整理的動作 從去年的最低點漲到現在 其實已經來到了 全年已經漲幅來到79%了 那反過來看美國的納斯達克指數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兩週是不是有點科技虎 開始做一個回跌的動作 可是你把它拉到整年去看 從去年最低點漲到現在 其實它還比道琼的工業指數多漲了 大概20%的幅度 所以並沒有這樣弱 那反過來看中國就真的比較不理想 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國其實一整年才 年漲幅才將近29%而已 單月就跌掉8%幅度 那我認為這都是中國經濟的影響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大家現在去看一下 在2021年的零售銷售數據的成長 大家可以看到全球各國 其實都呈現一個比較大幅的成長 但是這個年增率是沒有意義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2020年年初本來就是疫情影響 風國政策 所以整個零售銷售數據本來就呈現一個比較低年的動作 所以我認為應該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2021年拿去跟2019年去相比 這樣一比就可以發現 為什麼美國股市比較強勁 因為美國的零售銷售數據成長是16% 但是中國只有成長將近8% 差了其實蠻多倍的 而且美國發比較多錢 很多人拿到紓困金就上網消費 又一個重點是中國我們都知道它是疫情 其實算是控制的比較好的國家 所以還發生這種情形 我認為是中國是比較不樂觀 所以第一劑的這個數據會影響到第二劑 那接下來第三劑也是一個蠻關鍵的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那個美國科技龍頭 像是蘋果最近的跌幅也蠻深的 單月就跌掉了18% 那我認為蘋果接下來要做一個春季發表會 會去發表一個miniLED的新產品 就是在Apple Pro這個方面 所以我認為它的股價確實有去做 應該會有一個指紋的動作 那再來看到是亞馬遜 還有這個亞馬遜還有臉書這個部分 其實這兩家公司算是跌的比較少 為什麼因為前面他們真的沒有漲太多 然後現在跟著科技軌跡回跌 其實漲幅都還在平平中間 那我們來看到像是中國的龍頭 阿里巴巴 那再來